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资昨天大买在今天转卖了 那么散户的心情是什么呢 虽然在今天是连二红了 已经连续第二天上涨 但散户说这个台股 BBQ了吗 我们整天被扒来扒去 是不是真的确认反弹走势呢 我想散户还是惊魂未定 所以仍然对这个盘很犹豫 所以我们请分析师带我们来看 外资在今天转卖39亿 卖得并不多 但是它这种忽多忽控的做法 让我们不晓得外资 到底有没有确立扭转 对整个盘式的看法 应该说要开始整理了 整理而已吗 不是要续谈吗 其实能稳住就不错了 稳住个乎表现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都很好了 虽然说今天外资还是 就小卖了对不对 就是长了但是小卖 但是有一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就是今天 它卖了一头老骨金融骨 对 但是它今天把什么 它今天把那个它之前的空单 期货空单 基本上它都补差不多了 我也平常只剩157口 代表什么 代表它空单基本上没有了 那没有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说其实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看说万事这边 你政府已经在喊话对不对 稍后立民住 我就怎么样 我可能就在这边继续盘整 应该就是这样子 那继续盘整的话 盘整 所以你只有看盘整盘而已 对 我看盘整盘 就是应该说 我们现在问那个问题就是 到一万事是不是差不多对不对 对 差不多了在这边 然后横盘整理 横盘整理等后面有好消息 这个要长再来长 我们今天谈外资 我们就要来谈谈最近外资报告 这报告蛮诡异的 对 如果他看得保守 他看得比较偏空的 股价就涨 他看得比较偏多的股价就跌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大摩下修友达的目标价 到14.5 友达在监视收15.55 换句话也结束 他看得是蛮空的 对 友达就给它涨了 那么宏达电呢 它是持续上修宏达电的目标价 而且现在上修来到76 他看得蛮多的 宏达电今天就跌了 所以现在的外资报告 我们是要反着看吗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下个礼拜四 联发科要开法说会 在法说会之前呢 外资汇丰把他的目标价 竟然下探546 看得很低 五字头 联发科今天涨了 对 也就是 其实现在这两天 基本上是在反弹 那反弹其实就外资报告 我的经验是这样 除非他写买进 或是强力买进 他只要写什么中立的 卖出的那个中立 只要不是写买进或强力买进 你就不用看了 他就是叫你不要买的意思 就是不要买了 除了强力买进跟买进 其他都是叫你不要买的意思 那如果说像连勇跟友达 其实他们本身都什么 都有本身产业基本面的问题 也就是他们产业 所以他看得很坏 问题是 人家他们两个今天都反弹 对 但是因为 跌真的跌太深了 其实外资它是 都是写六个月或是十二个月 目标价嘛 他不是说明天或是短线上 什么一个月之内 他都写蛮长的 那比较蛮长的话 其实这两个基本上 这个价格会不会来我不知道 但是呢 但是通常 他那写很低 其实一般来说 价格都不会来 但是你说这个地方 是不是因为外资写很低 它就会涨 其实产业趋势 其实他们这两支股票 要这两个 要谈基本也谈不高 谈不高啊 对 谈不高 因为友达是面板爆架嘛 那连勇是做他的驱动IC嘛 所以要谈也谈不高 那我们先讲这个好了 宏达店 宏达店 它是热门股啊 对不对 其实我认为宏达店 你看高盛写的 可能不太客观 你知道吗 他2012年到2018年 他的财务长叫张嘉玲 张嘉玲就是当时宏达店的 王雪红 王董 去高盛挖来的 所以他把他的目标价 越写越高 对 写很高 问题是我们还是要看 你目标价写760块 你到底有没有买对不对 我刚好查了一下 这20天来宏达店的筹码 美商高盛是卖3420张 是卖的啊 对 他是卖的 他没有买 目标跟你写760 但是他没有买 所以就是可能是自己 他不全没有买还很卖啊 对 就是自己人写报 应该说自己人写报告 但是报告写出来基本上 他不是买 他高盛不是卖买方 所以你标管那个76 好 那林发科呢 汇丰看得这么悲观 应该说台移电 林电 林发科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台湾50全资股 然后外资如果要提款 一定先提什么 一定就是先找这三支 先找这来做提款 那提完款了吗 提完款其实 我认为要下礼拜 因为7月13号是那个嘛 就是那个公布CPI嘛 然后7月底要讲什么 要看那个7月的升息的部分嘛 所以其实要看这两个 就是7月还有这两个部分要观察 但联发科的部分 其实我个人认为 它第三季本来就不是它的旺季 因为第三季苹果是要什么 苹果是要出新手机嘛 所以安卓阵营一般来说 第三季都什么 都会先避开苹果这个 这个风锐 就是会先避开苹果的手机 所以反而看的546 不排除不来吗 其实应该说 我不是看价格 我是认为时间点 也就是说你苹果的新机就是 第三季嘛 七八九嘛 所以现在还不是联发科要讲的时候 对 现在不是联发科要讲的时候 所以应该是苹果推完新机再看 那是台积电和联电要反弹的时候吗 其实联电他也是有那个 明年那个晶圆代工 成熟自成会 公募预求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30块 我就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低 为什么 因为你光从联电的配息来看 这个价格说真的 你买来当什么 如果说真的买来当30块 你就不用买这种话的电器 你就买它来当电存股就好了 因为它每年过去 每年配的基本上怎么样 每年赚的都是全部配给你 所以如果说以这里来看的话 其实联电赚得还不错 我如果说真的什么砍到30块 今年配3块 今年配3块这10% 我就买它来当定存 所以联电的部分我认为 以后你再看它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角度来看 有点定存股 那台移电的部分 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六位营收1758亿 这个不寻常 因为是什么 因为是月减 年增没做到月减 这个不寻常 为什么 因为苹果的手 所以它这个营收 你是把它当利多还是当利空的 因为它是年增 但又是月减 利空 对 为什么 因为苹果的新机要推了 过去每年六月 连那个台积电的六月营收 都是比五月好 结果这次出来 怎么会比五月差 所以一定有人砍单 要么就是你苹果 因为现在说iPhone14没有砍 所以要么就是iPhone14没砍 但是砍其他的 不然就是联发科 高通 博通这些 有人在砍单 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库存在调整 有些下去 所以如果说以台电的部分的话 这个下礼拜 我认为这个满重要的 如果说市场是以拼空反应的话 应该还会做震荡 还会往下再彻底 所以这一页这六档 在短线上谁最有机会谈 最有机会 我认为其实这都是大型股 如果要看的话 应该要看一些比较 外资有在买 稍微小型一点 然后有题材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对 如果说以外资 总理说你不要看那么大支的 那我们看比较中小的 对 那比较中小的话 其实像这些股票都是什么 这六支股票 其实都是像这个 胡联跟东洋 这个是属于中国 这个汽车下降的概念股 其实一样外资有在买 你会发觉 其实像这个就是有政策加持的 中国政策加持 你会发觉这方向是不一样的 或者像这个中兴电 这个是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除能 然后发电的部分 这除能概念股 然后外资也在买 这个方向 方向也跟大盘不一样 或者说像这个企机跟中磊 这个是网通的部分 公布出来的六月营收 都非常不错 也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要看的话 这六支股票可以优先看 如果说你要六支挑一支的话 先看中磊 好 5388我们来看一下中磊 中磊在今天是上涨了 5.85% 因为中磊如果说 我们光就现行来讲 我们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强的 也不要买弱的反弹 反弹就是好会破理才叫反弹 今天外资有买 对 它是外资跟投信同时在买的 然后六月营收 基本上是创新高 菁姐 你营收创新高 现在是不是很多股票 营收创新高 就股价在地上了 对不对 是 它是营收创新高 股价也快创新高的 它的营收跟股价 基本上是对得起来的 所以如果说以这部分的话 我的看法是 它今年可以赚六块多 六块多吗 我目前看到的法人报告 全部都写 都写接近三位数 所以如果说以这支股票来看 下礼拜要看的话 其实应该可以 有限看这支股票